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 您跟他吓的时候 你知道我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觉得对方是个人 你是当他是个人 还是觉得是个机器 是个游戏 肯定不是个人 因为我对面没有人 我在听别人跟我介绍的 因为在这之前 他好像已经连赢了53盘了 现在是60胜 对 当时跟我吓的时候 他已经连赢了53盘 这对于我来说 觉得就是个神 不是人 你吓的时候 您吓了这么多局了 您吓的时候 您觉得他像人吓得起吗 开始还都是像人吓得起 后来就不是人了 他开始的时候 就是他这盘棋跟我下这盘棋 他在布局上他是落后的 就是他和我们很多的现当今的当红小生们下 他一开始优势都很大 非常大 但跟我这盘棋 他是落后的 那个吓得 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上不太好 如果从这个 对他这个 赢他的话 我可能是距离赢他最近的人 应该是 就是 结果中盘出了个大混账 死了一块 本来那块是火器 如果不死的话 我还是牢牢的占据优势 您的意思是 只要您没失误 他就输了 就是他就 他就也 但我想后半段我可能还会失路 就是说 那个就是假如我没有那个出现 当时直接的一部 特别直接就是在一个脚上 大概有二十几目的脚 那个我白死了一个脚 本来一虎就活了 结果粘了一个 被他点在我虎子那 还很隐蔽的一手 就是 呃 不如说是一看 一眼就能看清楚的 因为其他走法 我都活了 结果这一刀 我死了 他结果是我下下来之后 大概一两秒钟 就就下在那把我点死了 我立刻就想认输 因为我直接死了一块 立刻就想认输 如果那时候认输呢 太早了 有点 做我中华为方 我就想我再坚持一下 给人类咱点面子 就坚持了一阵子 但是坚持一阵子 他还一直处于他稍优的状态 最后我最后最终的时候跟他猛拼了一下 结果结打不过他 就差距就拉大了 最后我输给他 亲不半 我这半下半我心里是 内心是不服的 如果在下半呢 再上一盘 我不知道能不能开局还能下成上一盘那样子 如果还上一盘那样子 我应该可以赢他 所以我也听到一些评论 说聂奇胜输的不丢人 谁输都不丢人 你跟机器未来一定是输 不管是什么 包括体力 这个都没有什么 但是您这个下的时候 比如说平常要是人跟人对局 我们经常能听到评论 比如说这个人是栗战型的 或者他的风格是凶猛的 或者这个人是注重骑行之美的 感觉是有个人的风格在里面 那假如他是个人 是个棋手的话 你觉得他是属于老狐狸呢 还是属于比较他的性格 您能揣测出来吗 很难揣测 因为这个是一个 我这么看 它是一个 我们原来讲李长浩很厉害 就过去韩国有个棋手 李长浩 我们的习主席还是他的粉丝 习主席也是您的粉丝 为什么李长浩厉害 他当时有一个绰号 叫石佛 他站在 坐在那时候 人家记者给他拍了 连续大概拍了一百多张照片的镜头 没变化 这人没变化 就跟义章似的 对 就跟义章似的 你看这个显得很可怕 就是他这个 没什么表情 就永远是那个 一个状态在那 那这个叫Mast 他这个 也是属于没有表情的 他无论下的好 下的坏 在棋上他显不出来 我们人类呢 是 下的好 说很激动 恶学费得 下的不好 说情绪受到影响有波动 而这个Mast的这个机器是永远都是 如同石佛一样 一动不动的 不变化的 老是那么 节奏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 应该这六十盘棋 都是世界上顶尖棋手 全部都输给他 这个胜率来说是没法想象了 还是百分之百 就是说哪怕他输一盘 我认为也是绝大的奇迹 结果他一盘都不输 就他为什么厉害 就是他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 永远都是不受情绪影响的 永远是一个节奏的 他就是要赢你 他这个节奏就是一定要赢你 他是这样 就是他有一个跟人类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就机器有一个感觉是人类没有的 就是你看这个聂老师一直在说输赢问题吧 机器没有输赢 机器是下棋 只有对错没有输赢 人类有输赢就有荣武 这事就是文化了 你觉得你要如果说 你像这个聂老师 聂老师这是我到这岁时候 看见聂老师的心情能平复很多 我们年轻的时候 凡是下围棋的人 一听说聂未平这仨字 根本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 就是当着一个精神上的一种象征 可是我心目中他就是master 他就是master 结果你是因为有输赢必定引来荣辱 比如你前面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像聂老师的地位 他肯定要考虑我这个厂子的控制 是吧 我即便输也不能太惨 你会考虑很多因素 但机器没有 这个计算机他根本是他从最初都没有想过输赢这事 他想对错这事 那聂老师您这个下的时候咱都不知道这个内幕 当时这个外界我们就一直盯着这个 说出来网上出来一个神秘的一个什么围棋对异网站上的平台 不知道那是人还是鬼 就是一连杀败这个全世界顶尖高手 那您下的时候您知道他是alpha gom 我知道他肯定是 是有人跟您联系的 不不不因为其他的人 只要是人不可能有这种成绩 那跟我下去就联赢了五十三盘 是绝对没这可能的 我们像我在中日围棋类台赛里是连胜了十一盘 对啊 这个当时已经是不可复制的成绩 奇迹了就是 现在也没有人能看到 没有没有没有对 就是连胜十一盘已经是不可复制的了 他连胜了五十三盘跟我下 他最后是连胜了六十盘 他为什么只连胜六十盘 因为他收工了 他就不玩了 不玩了 不过他继续玩 下一百盘 我认为他就赢一百盘 天哪 您刚才说还是 您儿子帮您联系的这 对对对 他 我刚才这个不是 应该是我大概 大约十点半到十一点 在家里接到我儿子电话 说起这事 我这个在这之前 只是听说 没看见他下的棋 也不知道 他就说 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下一盘 说他可是已经连胜了多少盘 所有的谁谁谁 柯杰啊 朴婷环啊 等等啊 全都输给他 那意思是说 你可以去试试 看看他怎么 就是 我知道下 我下之前 我知道我肯定要输给他 因为我 平时比赛 就很少 再加上我现在 在比赛 下棋的话 经常出那种 昏招 大昏招 这跟体力什么有关系 对对对 我那个脑子经常是有缺氧 就断电的 那时候擂台赛的时候 咱都记得 聂老师 要吸氧了 现在我是不可能吸氧 现在如果再吸氧 我现在身体 年纪大了 身体差了 如果急救是吸氧 那不就 就不行了吗 你要是对着 阿尔法购在这吸氧 这就笑话了 所以我就知道 我肯定要输 但是呢 我还是想看看 他究竟的实力 我知道他好好 因为我自己跟他们 没下过吗 我想下下 看他到底怎么样 结果没想到 是我的这开始布局 是占据了相当的领先 心中暗息 我想他不过如此 有点大意 大意是荆州 突然出了毛病 死了一块 也就是说呢 他呢 一盘棋 他可以说 他一点失误都不出 如果我们假设 可以毁棋 比如啊 下棋是不能毁的 比如说我这个混招 我能不能跟他商量 说他反正是玩 我回过来 我不下这个招 能不能 那这个 这个就完全不对等 这围棋啊 比如说你要能毁棋的话 这个 他不能毁 我能毁的话 这个太不对等了 要是这样 您能赢吗 那这把棋 很有希望赢啊 就是我 我我我 那招棋死棋 我就是不走也行啊 我等于一招本来是活棋走死了 人家把我吃死了 对 但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啊 您要毁棋 您不那么走 他还有一大堆算法出来 又有他的另一套战略 不 他下棋千万盘棋了 我那盘 那块棋活了 他局势是肯定不利的 怎么他都不利 再者说 就是说 您有没有看 你比如说 您就说这当红小生了啊 我也看到他们这个赛后的这个 他们就有的说 他说这个感觉啊 有点像是职业的 业余的顶尖高端棋手 和职业的高端棋手下那个感觉 就是说 有点看不懂他的棋 那您 比如说 您的所有的揣测 比如说 我前半盘占优势等等 你说你 我不太懂围棋啊 你胭脂不是他更大的 是超过你的计算能力的 一个战略的一部分呢 像这个布局呢 是属于我的比较强项 我是能看得出来 他好坏的 但局部作战呢 他计算的 因为他那个计算的量啊 电脑的量是非常大 这AlphaGo呢 据我所知 就是我听到 他们那个谷歌团队的人 Alpha团队的人跟我说 他一台机器在比赛 主机在比赛 他有一千台 一千多台电脑 同时给了辅助计算 对对对 那他的计算量就太大 太快了 就是快太大了 我们这个 人脑子在 应该说在一步棋啊 就是下完之后 就是同时可以迅速的 反映出 我估计有几十上百 几十上百的那种变化 就是 这种变化 不是说一招就变 是 这一招就几百种变招 可以 对 能迅速反映出来 对 人可以达到这样 但是他有一千多台电脑 给他同时的那个什么 算不过他 那是肯定没计算 是没法跟他比 所以你跟他下 你在家上有受情绪的影响 呃 再加上有出问题 出毛病的时候 那根本就跟他 一点机会没有 所以所以我跟那个 就是有人问我说 职业棋手和这个 master 就是也就是 alpha co 下棋 有没有机会赢他 人最高的 我们比如说是 韩国现在最好了 李世识不赢了一盘吗 那是他死机了 是吗 断电了 如果不死机 我才知道 那不死机是肯定赢不了的 就是说 如果他那个 像我们最好这些人 碰上他 只能捧个零弹 你想想 我们不已经事实证定 60盘了 对对 就数据 60盘 非常用了 这个 你要跟他五局三胜的 你不是最后肯定 人家是五 你是零啊 再下 我们作为职业棋手 有一个棋手的尊严 那是要跟他下的 要拼的 但是最终的结果 是可以预料的到了 肯定是零 够悲壮的 这个 对 他这个 咱先去下广告 马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爷有什么高论 通过聂老师下这盘棋 我们基本能理解一个道理是什么 就是说机器的思维 已经开始模拟人的思维 我们没什么新鲜的 我们过去认为 人类的思维中 有很多模糊的地带 是你不可能战胜我的 因为这块 我们自个也看不清 现在我们自己看不清 不代表是真的看不清 是我们自己确实有问题 如果强大的计算能力 超越了人的功能 尤其刚才你老师说 一千多台机器 在后的 咱先不说别的 你回后台看一眼 你自个就先追了 从心里你就赢不了 这种模糊的 我就想可能对未来 比如对艺术品 对文学作品的判断 都可能做出判断 我原来认为 计算机无论如何 对文学不能做出判断 一手唐诗好坏 他做不出判断 但是如果是高强度的计算 把各个角度的事情 都考虑进去 他有可能告诉你 这个就比那个好 这个就是 我就说最近老讲到一个词 叫做除媚 我不知道您这个 把围棋当成一生信仰的人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就很多种现象 你比如说武术或者中医 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它有很多神秘的光环 比如说越是我们这个不懂围棋的 越爱像看武侠小说一样 看聂老师当年的这个战绩 我们认为这个围棋里边 有人的审美 甚至围棋里边有艺术 围棋里边有这个大将风度等等 我们把这些东西附作在上面 但是这个阿尔法狗这一出来 好像给我们感觉 会不会有点就说 说了到底 这围棋就是个算 就是个计算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阿尔法狗我是觉得它强项是计算 但是它对围棋的理解 它已经给我们职业棋所述了很多的榜样 就在我们原来的对围棋理解的概念中 很多东西我们认为这样是不能下的 不行的 但是阿尔法狗它就可以赶下 而且它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但是我看您的这个徒弟 这个柯杰 他就说 这个柯杰小伙子开始挺牛的 要跟阿尔法狗一战 但是这次战完之后 他自个就说 他说跟他学习 他就是说 我们人类原来大概意思 就是我们人类原来相信的这些围棋定式 他说全都错了 他就说他是给了我们一个好像新的启发 对 他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启示 但是究竟 他的是对 还是我们人类以前的东西是对 那还要进一步的看 继续发展下去 因为我还不是很认同 那个他的有些下方 但是呢 他是有强大计算力做后盾的 就是他后半盘太厉害 他的后半盘 越来越后盾越厉害 就跟你跟你机器人 拳击一开始 就是假设我们力量是对等的 但他不消耗 你不停地在消耗 你肯定打不过他到最后 到最后是肯定要输给他 对 这个我们这个跟就是职业高手和这个阿尔法购的比赛 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输给他 但是他最开始的下法 虽然很新颖 但是不是正确的 我们还要 要要要要 但是就说这这两年这事出来了 您觉得这会让以后 人跟人之间的围棋比赛 黯然失色吗 没有 有很多人说这个围棋就自此 被这样之后就是没什么意思了 就此就寿终正寝了 我认为这个围棋的魅力依然存在 围棋对世界影响仍然很大 本来这个世界上懂围棋的人 关注围棋的人 我估计就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几吧 最多 但现在是大大超过这数字 反而很多人关心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阿尔法国的出现 这个 是围棋大大的向这个 爱好者们普及了一下 但是他能提高人的水平 能提高人的水平 但是再怎么提高 人也永远到不了他的水平 永远赢不了他 因为他老在深度学习 我起先不懂什么叫深度学习 就是最开始去年李世时 和阿尔法国比赛之前 人家让我预测 我当时的预测 我认为阿尔法国一盘也赢不着 我记得就是您说的 我说一盘 我认为一盘也赢不着 因为什么 当时我这么想 这个围棋呢 就每一步子下来 就有成千上百个 上万个甚至于的变化 它能计算到 计算机能计算到 人也能计算到 他人我当时认为比计算机厉害的 就是人能判断 这个 这个结果 这些变化 哪个会更好 哪个不好 这是我的当时的看法 我认为 所以他们都是在作秀 好做 这个根本不可能赢 但是我通过头一盘 我一看 那个阿尔法国下来 明显在这个理事实上 我就知道 我可能弄错了 然后他那个比赛下来之后 最后的四比一 但完全从内容上看 是应该五比零 就有一回死机了 死机那盘是他优势最大的一盘 哦 这也不知道 这真是头一回听说 咱可以看看这个李适时 当时的情况 还有几个发明 大家看到李适时的一些表情 还有个表情 阿尔法国是没有情绪的 他一直持续很稳定 常常快开的眼泪 终于 更让你 更让自己的 也不让你 我没有听到它 我没有听到它 它是远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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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停止 那是奇怪的,我開始瘋狂瘋了 我的天啊 影像的强大 越来越强大 但是你看 我为什么给你看这个 就是我看了一个内行写的文章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master 你觉得这么牛 可是实际上对于人工智能来说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 因为他那个最核心的叫原代码 你看他这个里边讲 这个深蓝就下国际象棋的那个原代码 他说一共有多少 答案是一共才2000行字左右 2000行字左右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一个程序员一天写十行 一个二十人的腾讯团队 十天就能写完 就因为呢 他简单深蓝的这个算法啊 就叫穷局算法 就是因为国际象棋 他没有围棋可能性那么多 所以他能够全部 但是也是一种笨的算法 然后呢 到了这个围棋这个地方 他加入了这种啊 叫那个就是选择 他有一个预 比如说本质上这个算法 就是顺序和分叉 一个棋子有几个可能性 那他现在学的聪明点 就是说那几个可能性 一看就没有什么利益的 他就不往下算了 他就加入了一个这个 加入了一个这个 你看他估计 他估计啊 阿尔法狗的算法 肯定不止2000行 但他估计也就在5000到1万行之间 但是在IT在人工智能的历史上 1万行的代码 根本算不了一个大工程 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微软的这个Windows NT Windows 就有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2000万行的代码 因为他 你明白这意思吗 他就说这事是个简单的事 他就说实际上 他只要编这个这个代码 对于他计算机的这个人工智能来说 他还是个很初级的东西 对 因为这个计算机本身就是1010嘛 那个围棋本身就是黑白两子嘛 从道理上讲 它是很接近于这个算法的 那就是不是一就是零 那不是黑就是白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社会问题呢 我觉得聂老师他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福的 就是他从年幼开始下围棋 经历了围棋的所有的最辉煌的这种阶段 到这个岁数要碰上这么一电脑 总比你不碰上墙 就是我这我这辈子下围棋 就我们前辈前辈没碰过这问题 就连想都没想过 那你呢又不是现在碰 你比如我现在八岁开始下围棋 突然出这么一狗 出了一狗 我这围棋到底我学不学了 对不对 你堆着这狗 你堆着这狗 这狗可以陪你练习 下围棋 但是他陪你练习的时候 如果终极的结果是大家很清楚的 那你这个练的还是挺没劲的 就是就跟游戏是那么大游戏 不是你得要进击吗 初级阶段我还有可能赢你 到了中级阶段就得搏杀 到了高级阶段我就死赢不了你 如果我们生活中对于电脑的这种智能化的东西 如果是对异啊 这个棋是对异的 但他说那驾驶不是对异 是我们享福 对 他就我刚才就说 他们就讲要到这个自动驾驶啊 他的这个比这个阿尔法狗要复杂的多 因为呢 他处理的不只是一个棋盘 对 自动驾驶 现在啊 左拐右拐自动走 这都没问题 很简单 但是唯一最难的 他需要增加很多代码的是什么呢 例外 天上突然掉块砖头来 这个怎么办 那可谁谁也没办 这个车怎么反应 谁也没办 他就是解决不了这个安全问题啊 他有很多 因为真的驾驶是会有很多例外的 那那这个例外啊 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就要增加非常大的 他现在 他现在这个例外看于他的比例 比如说哈 我们一年啊 全国这么多车 呃 人工开出了多少起事故 比如说出了100万起事故 然后呢 死了10万人 这是数据 如果全都换成智能的驾驶的时候 这个事故由100万下到50万 死亡人由10万下到5万 那就是很好的一个进步 你不能说机器开车的时候就不可能死人了 那不太不可能了 哎 那机器开车要死了人 谷歌就得赔钱了 就是这个 就是机器 机器 我当然很很希望 我们到晚年的时候能有这种车 进来我上哪 我上凤凰台 我帮帮帮凤凰台 然后一说 我在那闭着眼睡觉到门口了 然后有一手还给我捏不捏不 让我下车 那我多舒服啊 嗯 你现在我们开不了车呢 就得找一司机 找一司机呢 就得要体会司机的感受 因为我去跟你聊天 我就说司机在底下等着呢 三小时以上 我就开始心里有点替他不安了 所以就不舒服了 还是有感情的 如果没有这事呢 就是我一下车 这车自个儿找地停去了 跟我都没关系 等我来的时候 给一个指令 要在门口等我 我上车就回家 不欠人情 这好 所以就说 聂老师这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啊 当然这都是那个荒腔走板的 就是说 这什么叫真正够复杂的人工智能 真到了某一个超过人类的程度 你可以说他牛了啊 就是说 假如这个马斯特跟您吓的时候啊 吓不过了 但是他悄悄伸出一只手 把您吸氧那管子给撤了 给拔了 这人工智能 要到这程度就恐怖了 那就是 那就有恶行 恶行那不行 这个人工智能 我认为只能用于对人类有益 对人类好的量 包括我听说 他们要研发这个 医疗上的那个人工智能 对 所以这一类的 对人类有好处的这个人工智能 我觉得 如果你去什么 发生战争 制造武器什么 像你刚才说 偷偷弄个手来 把你的这个 西洋管子拔了 对的 像这么多人类的事情 他主要有学习的功能 他先学坏 他一定会先学坏 那不是 他也得按照人的设定 人就是这么设定的 人就是先学坏 后学坏